房车上的空间是寸土寸金的 所以买什么放什么很重要 这不到了年底了吗 我的这个小手就又痒了 就又想给房车上添一些好东西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这个 空气炸烤箱的小家电 现在我就准备到房车里面去开箱 感受一下它到底好不好用 其实这个小家电 不管是对家里面还是对房车来说 都是提升生活品质很重要的东西 烤箱当然还是要放在厨房这个位置来用 看一下我的厨房啊 就是这样的 其实本身是有一个烤箱了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买一个空气炸烤箱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也想吃一些这种 比如说炸薯条呀炸鸡块的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房车里面呢炸东西的话 可能那个油烟比较大 虽然我们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抽烟机的 它封的也可以 但是炸的东西嘛 总会溅出那个油点子 我就怕我这些白墙呀白珠子 到时候都是油不好清理 所以我就往上搜搜搜搜搜 哎 居然搜到现在还有一种叫做空气炸烤箱的东西 我一想这下好了 我就不用再添一家东西 而是直接把这个烤箱换掉了 就一件顶两件 下面我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到底怎么用 第一个是它的功能 你看这边有空气炸烧烤干果披萨 功能还是很多的 第二个呢是温度 80度100度120 150 180 200就温度的选择还是很多 第三个是时间 从0到60分钟 总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调节 上面呢是一个烤盘 下面是一个空气炸的这个网 最下面呢还有一个绿渣的这个栏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新买的这个空气炸烤箱 和我以前的这个烤箱的一个对比啊 从体积大小上面来说呢 这个新买的会稍微再大一点点 但是呢就是高低是差不多的 就是宽度会稍微宽一些 但是也不会占太多空间 然后里面的空间呢看一下 其实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因为这个两个烤盘加在一起 和它这个大的也差不多 但是呢它这个分开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这个比如说一个大的披萨就放不下 但是这个呢就可以放一个这种 稍微大一点的披萨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啊 我这个功能键啊只有两个按钮 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上层中层和上下 同时可以烤的这个区域 就很简单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开关 时间也只有只有0到15分钟 温度首先不可调节 然后也不可以选择功能 所以其实这个烤箱是非常简陋的 但是当时我认为这个颜值还是很好看的 可是没想到现在家电的更新速度很快啊 马上一对比 我觉得这个可以立马淘汰了 看了这个烤箱的外观和它的一些功能 下面到了实际操作的环节了 那为了实验它到底好不好用啊 我也专门买了一些食材 我们现在去把这个食材拿出来 嗯看一下啊 我是买了一个这个鸡块 鸡块 然后还有烤肠 放在我们这个厨房啊 我感觉这个颜值又一下拉伸了一个档次 刚才我看一下说明书啊 在这个烤箱首次使用的时候 要把温度调到230度 然后空烧30分钟 这样可以去异味 然后30分钟 这个烤箱里面的这个灯非常非常亮 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仓体里面到底有什么 比我以前的烤箱亮堂多了 另外因为我们是在房车里面使用 所以这个有一些局限性 因为房车里面呢 选用的这个电器功率不能太高 一般房车的逆变器功率是在2000瓦到3000瓦 我们这个小烤箱的功率是1200瓦 所以用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第一次使用前的这个除味烤已经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要正式的烤我这个炸鸡块了 好激动啊 然后这个炸鸡块很好很贴心啊 上面还写着空气炸锅 需要195度12到15分钟 那就很明确了 把这个烤箱打开 炸东西就一点油都不用放啊 这个也太爽了吧 省好多油啊 好给它放进去 功能选择这个空气炸 然后温度调到190度 时间15分钟 终于炸好了 赶紧看看成果怎么样 炸熟了 好吃 要放一点酱更好了 这个空气炸烤箱不仅炸东西 不用放一滴油 而且清理起来也很方便 看一下它只是在这个漏网的这个板子上面漏了一点油 所以就拿这个厨房纸给它擦一下就行了 就在它这个油还热的时候一擦 就很容易擦好了 网上面也有一点油 就也拿纸给它擦一下就行了 第一次用我这个新买的空气炸烤箱 炸了一下这个鸡块 效果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好吃 以后这个接待朋友就有的可以吃了 很快也很方便 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有这种超时卖用炸鸡块 然后它一个串烧里面是三块这个太阳鸡块 就你卖将近10块钱 那之后有的这个我们就炸鸡自有了 而且还可以炸鸡翅 还可以炸薯条 以后再也不用去什么肯德迪麦当劳买薯条了 完全可以自己做 这个太方便了 主要比较经验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认为空气炸和油炸应该是差挺多的 但是现在吃起来感觉还好 虽然和油完全的那种油炸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总之这次的购物非常非常满意 也推荐给大家哦 这种油炸的适合 你一定会炸了 不在这个外面下